花莲市伯特利教会在圣诞节前夕举办了圣诞市集 一整天活动特别邀请到玉里在地摊位还有店家来摆摊 现场学中尉特别前往线上祝福 主办单位在主舞台也安排在地的表演者来表演 让花莲市充满了夜旦气氛 10月24号在圣诞节的前夕 花莲市伯特利教会并且在教堂空间办理圣诞市集活动 也安排教育们表演以及圣诞歌舞 现场学中尉来台下拍手来感受到圣诞节的气氛 对于得来不易的平安 我们大家互相度到平安 互相珍惜 尤其是珍惜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在士农沟山各个角落 努力的在过日子 今天这位真的要谢谢我们的教会 在这里给孩子一个安定的学习 另外也跟我们很多的相亲很多的弟兄姐妹 家人们都能够在透过每一个礼拜 或者是每一次的聚会 都能够让大家民聚起来团结起来 而且让大家更加的喜乐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给我们教会的我们的彭莫清诺师 还有布施娘以及我们的传道 所有牧者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因为这样子我们互相的给力 这样子会社会会更加更加的有力 对不对 大家也要给民收西路巴奈哈拿 屋力真伟给力一下 也要给我掌声一下 对不对 祝福大家 平安喜乐 健康开乐 跨年有大家一起努力 会越来越有力 尤其是我们过几天 就要迎接2023 112年了 对不对 对 那今天晚上在县府前面 我们也有一个永续方舟的一个圣诞夜 那里已经很多天了 也可以到那边来看看 这是华严市伯特利教会举办的圣诞市集 今年受到0918的大地震 虽然北区并没有传到灾害的消息 牧师也为大家祈祷 奉行感人的圣诞市集一整天办理 邀请了教友们以及在地的摊位 店家摊饭 并且也在主舞台安排在地的表演者来表演 让华严市充满圣诞的气息 记得祝你华师伯特